照片上的这个女孩叫赵新香 家境贫寒的她凭借自己的奴隶 南海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美读博 2002年在与丈夫回国探亲期间 被亲生父亲用斧子连砍石树下 惨死在家中 父亲接受审判时 没有丝毫的悔意 法庭上大放厥词 我不后悔白眼狼就该杀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得亲生父亲对自己的女儿如此狠辣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莫看见被屏如镜 遥远水底万丈深 欢迎来到解闭日记 我是超人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发生在20年前 虽然距离现在稍微有点久了 可案件中折射的共性问题 可能时至今日依旧存在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山东烟台招远一个普通的小村子 贾家庄子村 1972年的6月 很平凡的一天 一个女孩就出生在这儿 父母给她取名叫赵靖湘 70年代的农村 家家户户条件都很差 赵靖湘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靠着家里的吉母田地生活 赵靖湘的出生 并没有给这个平凡的小家带来快乐 反倒让父亲十分的不愿 山东作为孔孟之乡 本身传统观念就根深蒂固 70年代 重男轻女的现象更是极为的普遍 当地人认为 男孩能够继承家业 养老送终 延续香火 增加面子 父亲赵玉令 也是十分想要个儿子 看着妻子怀孕 一直惦记着自己后继友人了 没想到最后生出来的是个女孩 父亲当时就不高兴了 没事就把没伴的赔钱货挂在嘴边 赵母坐着月子 都没能得到丈夫的好脸色 物资匮乏的70年代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赵庆湘的童年生活可见一半 赵玉令是有执念的 第一个是女儿 扫人计划还得继续 一年多之后 妻子就再次怀孕了 这一次赵玉令如愿以偿 在赵庆湘两岁时 弟弟赵庆泉出生了 儿子的到来 让赵玉令乐得合不拢嘴 不仅在村子里大摆宴席 还对这个孩子爱不释手 父亲是满意了 可好景不长 弟弟赵庆泉出生没多久 就得了脑膜炎 最开始表现是发烧 因为乡镇医院医疗条件很差 耽误了治疗时间 等赵庆泉确诊想治时 就落下了癫痫的毛病 本就及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弟弟 更加受到了父母的关注 赵庆湘则被送到了奶奶家生活 直到上小学才回到家里 每天放学回到家的赵庆湘 需要干农活收拾院子 他成了家里的小保姆 不仅没有父母的疼爱 还要在家中处处让着弟弟 稍有不慎惹哭了弟弟 少不了一顿打骂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赵庆湘注定要受一番苦楚 或许是感受到了父母的偏心 很小赵庆湘就懂了 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 自赵庆湘上学之后 他读书非常的认真 回到家在繁重的家务之余 也努力学习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一张张奖状陆陆续续的 被拿到家里挂起来 他自卑怯懦 希望靠着自己的优秀 赢得父母的夸奖和尊重 可不管他如何努力 换来的都是父亲的冷言冷语 好像他就是捡来的孩子 赵庆湘心里是很难过 可他是自己的父亲 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心酸与无奈 还会伴随着赵庆湘 整个学生生涯 初中毕业之后 赵庆湘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他兴奋的将这个消息 告诉了父母 可父亲的想法是 村里大多数女孩 都是初中读完就不读了 然后外出打工 能挣钱贴补家用 现在本身家里条件就不好 弟弟治病总要花钱 赵玉令跟女儿摊牌了 也别上学了 在家里干个农活 或者是外出打工都挺好 赵庆湘心如死灰 他年纪还小 想继续求学 可父亲如果真不让去 他也没有办法 好在亲戚朋友们都觉得 赵庆湘这么聪明 学习成绩这么好 如果不让孩子读书可惜了 在众人力圈之下 父亲赵玉令才得以松口 但家里的钱是有数的 没什么多余的给到女儿 赵庆湘就整个假期都在打工 贴补自己的生活费 他如愿进入了重点高中 高中的三年 也许是赵庆湘长这么大 最快乐的时光 他离开了家 住到了学校 没有父母的数落 不用看家里的脸色 不用干繁重的家务 一门心思发奋学习 而小两岁的弟弟赵庆权 本身身体就不太好 从小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 初中毕业后 书就读不下去了 在当地随便找了一个工作 1990年 苦读三年的赵庆湘 终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他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南开大学的化学系 90年代 考入南开大学 这种光药门楣的大事 很快在村子里就传开了 好多人到赵家祝贺 正常这种光宗药祖的大事 赵家里应好好庆贺一番 可赵玉令并没有这种想法 女儿出息了 有啥用 以后还不是结婚生孩子 成了别家人 赵玉令就劝女儿 别上了 你弟弟还得治病 家里也没有钱 赵家的条件确实不好 但换位想一想 如果今天考上大学的是赵庆权 赵玉令是不是就算砸锅卖铁 也会供儿子读完大学 好在赵俊湘已经长大了 有自己的目标 也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直接跟父母摊牌 上了大学会尽量不用家里的钱 学校会有奖学金 助学金 自己也能打工挣钱 赵玉令见女儿的态度如此坚决 也听旁人说 南开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 如果大学毕业了 能挣不少的钱 父亲再一次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赵庆湘得以进入大学的校园 虽说是不想依靠家里 可初到大学 一切都还没有稳定 在大一到大二期间 父亲赵玉令和弟弟赵庆权 除了种地外 也会到村子周边 专场打工来贴补赵庆湘 女儿有出息上大学 父亲弟弟提供一些知识 本事理所应当 可在赵玉令的认知里 儿子才是自己的家人 女儿早晚都是拖出去的水 他对女儿的付出 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赵玉令看来 可以支持女儿两年 可这些付出就像存银行 未来是需要支付利息的 到了大学的赵庆湘 知道家里条件不好 一直都是精打细算的生活 四年大学 他都不曾回家 因为天津是大城市 寒暑假他都可以做家教挣钱 经过大学前两年的适应 从大三开始 赵庆湘打工 奖学金 已经完全可以覆盖自己的 学费和生活费了 甚至还有些余钱寄回家里 勤工俭学 巨大的经济压力 没让赵庆湘的学习落下 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也得到了老师的赏识 临近毕业 导师找到他 学校有保研的名额 老师希望他能继续攻读 90年代的研究生 还是挺稀罕的 只要研究生毕业 就有很大的概率 进入重点的科研单位工作 赵庆湘知道后非常的兴奋 机会太好了 可转念一想 家里这关可怎么过 他心里很明白 家里支持他上学 完完全全就是为了毕业 找工作 多挣钱 要是现在跟家里说 还要再去读研 父母一定不会同意的 经过不断的思想斗争 他决定人生 还是该由自己来做主 研究生得上 他把消息告诉了父母 果不其然 父亲极力反对 养你这么大 为了什么 家里困难 你弟有病 还不是希望你多挣点钱 补贴家用 你倒好 还想读一辈子书 赵庆湘肯求父亲 自己读研 肯定不用家里的 还发誓 未来弟弟 自己肯定会管 赵家二老 看在女儿如此坚决 也发誓了 不得不同意赵庆湘 留在天津 继续读书 父母点头了 赵庆湘顺利入学南开大学 高分子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为了能够做到 对父母的承诺 赵庆湘不得不 津贴的钱抠出来一部分 寄回家里 赵庆湘生活依旧艰难 读研究成后 赵庆湘的眼界宽广了 揭示了很多优秀的同学 包括童年级的同学魏斌 魏斌是天津本地人 独生子 双职工家庭 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也算衣食无忧 魏斌性格上比较稳重成熟 在与赵庆湘结识后 这个刻苦钻研 努力又有韧性的女孩 深深的吸引了魏斌 为了俘获庆湘的芳心 魏斌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赵庆湘一开始 总是躲着魏斌 家里的条件很差 他觉得自己低到了尘埃 爱情这种奢侈品 实在是承受不起 更怕自己的家境 家中的情况 把魏斌给吓跑了 可魏斌没有退缩 在得知赵庆湘的基本情况后 非但没有嫌弃 反而形成恋爱 并发誓 以后肯定要好好保护他 赵庆湘被魏斌所感动 顺理成章的 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 研究生毕业了 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 魏斌把赵庆湘带回了家中 魏家父母 没有嫌弃儿子女朋友的出身 反而对朴实的赵庆湘 十分的满意 情侣二人也顺理成章的 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赵庆湘将自己谈恋爱 想结婚的事告诉了父母 赵玉令气坏了 女儿读了这么多年书 好不容易出去工作了 还没开始给家里挣钱呢 现在又要结婚了 未来有了孩子 钱更是给不到家里 既然你非得结婚 那彩礼必须很高才行 因为彩礼的事 魏斌本来就是 天津普通家庭的孩子 两个人也刚刚研究生毕业 哪能拿出来那么多钱呢 赵庆湘又一次 跟家里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在随后两人的婚礼中 赵家没有出一分钱 没有一个人参加 全城都是魏斌的父母在张楼 两位老人心疼儿媳 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对他更像是亲生女儿 赵玉令实在是拎不清 女儿小地方走出来 能够有一段美好的校园爱情 找一个高学历的天津本地男朋友 多好的一件事 两个人都这么优秀 以后稳定了 还会少得了阶级家里 可在赵玉令的眼里 跟女儿间好像没有什么血脉联系 女儿只是赚钱的工具 代价而估的商品 90年代的后勤 正值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出国留学 在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的方面越来越重要 赵俊湘和魏斌毕业后 有了继续深造的打算 两人申请了赴美读博 赵俊湘以自己优秀的成绩 拿到了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 全额奖学金 魏斌同年却没有拿到邀请 这时魏斌父母的表现 对比赵玉令堪称两个极端 他们喜欢赵俊湘 面对儿媳妇要先一步前往美国 没有过多的顾虑 完全的信任 直接给儿媳拿出了两万多元 全力支持 要知道 二十多年前的两万多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满怀着感激 赵俊湘先一步来到美国 开启了新的求学生涯 出国后半年 魏斌的申请也得以通过 来到了德克萨斯理工大学 二人一国重聚 赵俊湘有全额奖学金 每月一千一百美元的补助 是两个人唯一的经济来源 他们的生活在美国十分的窘迫 一分钱扮成两半花 时速也是能省则省 转过年 他们意外有了孩子 惊喜之中 掺杂了焦虑 由于魏斌换了专业转学计算机 要自己承担学费 只靠赵俊湘一份奖学金 远远不够 魏斌开始在餐馆打工 辛辛苦苦苦 终于熬到了孩子生下来 为了不耽误学业 赵俊湘连月子都没有坐满 就回到了实验室继续工作 孩子只好托付给邻居赵凯 在孩子只有五十天时 考虑到美国故人照顾孩子很贵 夫妻二人既没有钱 学业上也不允许 只好忍痛将年幼的孩子 送回到了国内 交给了魏斌的父母赵凯 怀着对孩子的无限思念 他们开始加倍的努力 2001年两人势力毕业 赵俊湘也幸运的在东海岸 找到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魏斌也成功入职了一家计算机公司 这时孩子已经三岁了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 魏斌父母成了夫妻俩最坚强的后盾 他们心心照料孩子 从未跟夫妻要过一分钱的抚养费 反观赵俊湘这一边 曾多次联系女儿要钱 赵俊湘本身就很困难 不得不从牙缝钟挤出钱来寄回家里 赵俊湘用女儿寄回家的钱 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了 可令赵俊湘难过的是 给父母钱可以 可自己的儿子一直待在天津 作为姥姥姥爷 你们是一次都没看过 打电话来就只是要钱 夫妻二人找到了工作 收入还可以 在美国的生活也稳定了下来 可毕竟底子太薄 在陆续还了一些欠款后 手头上攒下了不到两万美金 赵俊湘太小孩子 也觉得时机成熟了 现在的他们 有能力在美国带着孩子一起生活 2002年的3月18日 夫妻二人起程回到了天津 准备把孩子接回美国 这本应是一次一己还乡 最终却成了夺命之旅 奋斗多年 一家人得意团聚 回望一路走来 卫兵父母真金白眼的支持 夫妻二人留学 在最困难的时候 把孩子送到老人身边 这一代就是三年 从未有过怨言 从来没要过一毛钱的抚养费 无条件的支持他们 赵俊湘对此一直铭记在心 终于是苦尽甘来了 赵俊湘拿出了辛苦攒下的一万美金 给了卫兵的父母 发自内心的感谢二位老人 这个钱 卫兵父母当然是不肯要的 但赵俊湘觉得亏欠的实在是太多 很坚决 请老人一定要收下 得知女儿女婿回国了 赵俊湘也坐不住了 多次打电话催促 赵俊湘回家看看 青强虽然对父母寒心 但他也四五年没回过家了 血浓于水之下 还是决定回去看一看 在天津跟孩子其乐融融待了四天 夫妻二人又马不停蹄的去往了山东 一回到老家 就看到了家中新翻建的房子 父母做了一桌子的菜 赵俊湘极其热情 父亲是想念多年未归的女儿了吗 想多了 饭桌上赵俊湘就开口了 你弟弟赵俊湘 癫痫也吃不好 现在也没啥工作 都二十八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相亲看一个黄一个 家里实在是太着急了 这不 最近临春的一个小姑娘 觉得你弟的条件能够接受 唯一的要求是 在县城有套房子 就可以考虑结婚了 家里面没钱买房 正好女儿你回来了 买房子也不贵 就八万块钱 赵俊湘的终身大事解决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这边父亲说完 赵俊湘当时就直接拒绝了 他告诉父亲 暂时不可能给弟弟买房 卫宾也很生气 岳父一家一直以来 除了吸血 对于夫妻二人 一点帮助都没有 当时就反驳了几句 赵俊令火一下就上来了 眼看气氛不对 赵姆拉着女儿的手 哭着说上了软话 你弟弟因为看病 娶不上媳妇 如果能在城里买个房 说不定人家就能看上了 你就把钱出了吧 看着母亲劳累纵横 赵俊湘的心里也有些不忍 可是自己这次回来 买完往返机票 给卫宾父母留下一万美金后 只剩下不到三千美金 房子钱是真拿不出来 但赵母哭着求女儿 赵俊湘心软了 妥协道 要保我这有一千美金 是给你们生活的 另外的六百美金 是给弟弟治病 弟弟买房子的事 过两年再说 给了父母这一千六百美金 赵俊湘手上 也只有一千多美金了 但这种说法 赵俊令接受不了 这顿饭吃的是不欢而散 此后赵俊湘在家住了三天 关于给弟弟买房的话题 就没断过 夫妻二人态度坚决 赵俊令的恨意越来越深 在他看来 赵俊湘你说过 弟弟的事你会管 现在结婚了 有男人了 翅膀硬了 就这么敷衍我 等你回到美国不出钱了 你小弟怎么办 赵俊令对女婿更是恨之入骨 赵俊湘从小就很听话 就是卫宾 你带坏了女儿 让他心野了 父亲打定主意 买房子的钱你们非出不可 时间来到了2002年的3月26日 当天下午 夫妻二人要坐火车回天津了 赵俊令让老伴再去劝一劝女儿 说是劝 其实是下最后的通点 赵俊湘夫妻依旧没有松口 陷入癫狂的赵俊令 在此时红了眼睛 女儿设意走 儿子又没有着落了 你既然不听我的话 不管弟弟 我留你有何用 当天中午 赵俊湘夫妻二人在屋子里睡午觉 赵俊令先是趴在窗台上看了看 确定两人都已经熟睡后 拿起斧头冲进了房间 对正在午睡的女儿女婿疯狂的恢复 看到这个场景 儿子被吓得电邪发作 邻居发现了蹊跷 报了警 赵俊很快就被警方控制 2002年的7月4日 法院公开审理的此案 赵俊令对自己的罪行公认不讳 到了法庭上 依旧大言不惭的说 这样的女儿该杀就是个白尔郎 法庭上人们对他嗤之以鼻 自己的女儿生而不养 还将他当成了摇钱树 这样的人怎么配当父母 赵俊令不出所料的被判处了死刑 当案件判决后 赵庆湘的弟弟赵庆权 还到法院上诉 要求分割赵庆湘的财产 也就是给了未病父母的那1万美元 当然上诉被法院驳回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对可怜的夫妻 只和儿子团聚了4天 就匆匆赶回了山东老家 去看望父母 老了老爷还没见过外孙 原本计划带孩子一起回去 但临上火车之前 孩子一直哭闹 怎么也不肯走 没办法 庆湘只能将孩子 留在了爷爷奶的家 夫妻二人单独前往 没想到返乡竟是黄犬路 如果孩子也回去了 谁又知道凶残的赵俊令 在那种情况下 会不会对这个 根本就不在乎的外孙下毒手呢 短世又迂腐的赵俊令 毁了女儿的童年 毁了女儿的生活 最后又夺去了女儿的生命 赵静湘把所有不该经历的磨难 都走了一遍后 在幸福生活开始前 死在了自己父亲的府下 令人唏嘘又难过 在那个阴寻守旧的年代 重男轻女等等糟粕思想 禁锢着一匹匹麻木的人 在人们的观念里 拨下了恶毒的种子 继而生根发芽 愈远愈裂 幸好时代在不断的进步 幸好人们的观念在不断的更新 时至今日 重男轻女这种风气 已经不再是主流的价值观 如果你恰巧依旧生活在一个 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 一定记下这句稍显刻薄的话 自私一点 冷血一点 爱自己更多一点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